為什麼老師運氣不好 就是沒有碰到小餘兒 也會碰上你 那你就找些把手 不要再動這些正宜的腦筋了 花修有一次說錯了 這些並不是這裡 而是我家獄狼的 連我老爸也碰不得 唉 花修如果想阻止我 就跟來吧 這些陣營事關重大 我可能 可不能不管 唉 走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右下角右上角的QR Code 是大師的LINE社群啊 沒有隱私的問題 所以掃完之後 有興趣的人掃完之後 輸入你的YouTube名稱跟Twitch的名稱 然後我會清這時候就可以加入社群啦 然後我會清這時候就可以加入社群啦 底下的資訊欄 資訊欄也有連結齁 好那我們繼續遊玩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 新九條雙交二 新九條雙交二 的劇情啦 我們現在就要擊殺江獄狼 江獄狼 哈囉 Ross 莉莉 欸Ross是新觀眾嗎 是想抓我 就過來吧 過去過去我怕你啊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 怎麼會這樣 你使出如此手段 要自由我死定 我也不能再有你了 就算暗送不了你 我也親手殺你就是了 買東西 他會黎王鐵嗎 欸不會 他不會黎王鐵 喔他好廢喔 怎麼辦 直接秒他好了 欸我剛剛有沒有看錯了 兩千多滴三 三下 竟然生了江獄狼 為什麼還有你們看到我 我恨啊 江獄狼 這是你自作自獸 那不是你想動陣營的腦筋 我也未必會殺你 就死了 結果三代又 呵呵 三代又出現 哈哈 煉大俠 嗯 是你 有事 很好 我就和你討論一下 駕馭神功 和一花街雨的差異吧 啊 原來如此 原來一花街雨的秘密是這樣的啊 哈哈哈哈 欸不是啊 不是不能把一花街雨告訴別人嗎 煉毛要再次煉功 請你不要再來打擾 好 好 再次跟自然道長講話齁 道長 有什麼事嗎 自然道長附有書心一封 要交給道長 原來如此 師兄在清風里修道 都會先幫忙 店裡多了去邪聚 就當作謝禮吧 不成敬意 風火輪 你 有點面熟 讓他哪 我是降雪啊 你現在如何隱身 過了如何 我現在過得很好 也不用再修練武功了 我身上還有用不到的東西 就通通送給你吧 然後 右上方的神秘銀唱者 老司機 珍寶當雨試過了 這東西對我沒什麼用 但我猜你可是招式暮想的鑰匙吧 我太感動了 你做的一點也不錯 我該怎麼補成你 我猜你輕易不缺 武功又強 所以送你一些藥物吧 再來是這個 喔這個怎麼沒看過 知道了嗎 這次要練這幾句 要配手 好 叔叔 有的人 教他隱私的是這個叔叔 我還一直以為是江小魚 等一下 糟了 被抓到了 啊 他就是那個來問我的大哥哥 就是你教這個小孩說話的嗎 你到底是誰 我 我 我有必要告訴你嗎 我又沒辦法 不是的 前輩一路上 明朝暗放江別河 聖晚輩不吵 以至於受到愚弄 我覺得現在真是要向前輩 下過這份恩情 沒有其他的意思 蛤 被你說我都不太好意思 我沒那麼偉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說說怎麼和平常不太一樣 恩 這樣被你稱讚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如果 這樣吧 那我送一個寶物 就可以讓經驗值加倍了 晚輩恐壽之有愧 拿去啦 我很清楚你的個性 你絕對有資格了 白之福 然後 他去四海 海先生 原來是花少俠 現在你可了解當初所言不假 花某當初不迷失你 太好海爺說明 沒做出事情 年輕人意思被蒙在鼓裡 那也不用說 我在這陣子避風頭期間 在東海上發現了小島 住了幾位欺人的意思 你不妨去那裡見見識滅 這些海鮮的諒解 花我休息過 不過去那裡沒有清水可以飲用 要找個清淨池來用 我聽說西北上海村 一帶有這個石頭 你可以去看看 還有烏缺公子 當時雖然不能盡信 江北赫斯主謀 但當時沈默肯相信老漢的話 某已經事故的進行 老漢被絕欣問 容我送烏缺公子一件小禮 微表黃黃蜂上下謝意 這下當時也送了雲龍 真好收這裡 莫要推遲 烏缺公子就收下吧 好 這裡是小悅兒的房間 我要看看 你這個變態 你這樣很想看小悅兒的房間 五絕神功 為什麼小悅兒會把五絕神功放在房裡 架葉神功也放在房裡 哈哈 小悅兒你東西怎麼亂放啊 這位婆婆 閉嘴 要上就上 不用多言 我 在下只想問二人國裡的邪手杜莎 妖女徒嬌嬌 笑女傳到笑口上的人還在鼓裡嗎 同工討論金關啊 那些人沒有一個有膽子 一天到一南天付出全就我不見了你 那比不上我有膽子 對不起婆婆我知道了 走走 花少俠如何 二人谷幾乎已成空谷 有名的魔口 全出國去了 很好很好 花少俠辛苦了 我送你一樣東西 聊聊昆仑派謝意 怎麼先生這樣客氣 花某虧不擋當 四千只拿好幾個了 是你 那是這輸贏丫頭 那你有沒有吃可虧 還沒向你討回來 你現在都送上門奶了 你們處心紀律的想要取得 一花界域的秘密 我身為一花工 一花工中的人 沒有辦法不管這件事 你們動手吧 那今天是種輸贏丫頭的毒 才被你有所蹭 現在哪有這麼簡單 不錯 你那邊來吧 直接 合體器的啊 哼 輕輕鬆鬆 等一下我是當機了 我還沒玩過四場的藍藍 怎麼可以這樣就死 就遊自取 這樣你們 也終於就是霸手了 耶 贏了然後咧 去玩光戰衣 用一個合體器就打贏了 這邊沒有風格金沾的齁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這隻小魚兒才會有 走路 師父多喜樂 合乎天功德 咦 這是要我捐錢的意思吧 這位師父 我捐死兩相胡錢 樂文同錢響 一指一叮咚 還要啊 那我再捐一百兩造橋費 韓心底面多多益散 公子既得 厚福無窮 公子 不是始祖嗎 情況有點不對 香火錢就需要那麼多嗎 你們方丈可在 我想直接把香火錢拿給他 嗯啊 方丈他不在 請問這位始祖上下 上下 什麼是上下 上下就是你出家的法號 連這點都不知道 那有無量不是這裡的人 連出家人都不是 你們看哪裡 行長他來了 不禁一世不產一致 看人在江湖上行走 正量多下小心 還好啦 才一點點錢而已 鐵砂掌 鐵砂掌是誰可以點啊 方武雀不能點 看起來就鐵心掌可以點嘛 來的人請留我 這位少林種地 雖少林地一般地之意不得入內 無等乃守護托塔天魔陣的天地人山陣 此物非同小可 不能落入尋常人手中 若少下是為此而來便請自招 守護有責 武功無等要出手了 封招 尷尬 尷尬 糟糕都封招了 好我直接按B了 再見 少俠功力不發 此物就交給少俠保管 傳說西蘭之地叫我亂世魔王出世 還請少俠前往當 要除魔 那少俠常盡的 就會碰上這群魔頭了 請小心 好然後我們要 打他們要拿九龍生活照 可是我現在沒有 什麼 小馬千金石 是的 看你絲絲 我也不好送你太多錢 拿五萬鳥來換就好 五萬鳥這 沒關係要不要隨你 我不在乎的 我去收我錢吧 我不會降價的 我媽蛋欸 何路你的功用呢 你的利便金 你的利便金 好啦算了我有錢算了 天地人 不不不 那個 五萬然後再來是 右上方的岩形商 這個 你有什麼奇珍一寶 賣給我的嗎 這東西如何 有 幽靈鬼索 這是正要吹起來 上上七瓶 太好了 我願意用三萬鳥可以買下來 三萬鳥 拒絕 錢就錢不好嗎 沒關係 我願意加你價 三萬五千鳥 你總可賣了吧 拒絕 十兩還不肯 你要多少 三萬八千鳥 你是我底線的 不能再高了 願意 那就這樣吧 以後兩氣 誰也不吃虧 好 就這樣 走囉 小弟小弟 你來得正好 喔 黑大哥 慕容公鳥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當然是還這麼度蜜月的 在這裡 不錯 原來也比這裡更適合人 九公鳥受不了嫌棄 所以人多的地方是去不得的 九公鳥很怕麻煩 所以完全沒有人記得山營野地 他也是不去的 還有九公鳥現在不能被其他姐妹看到 所以慕容世家那也大事去不了 另外 推理了 我知道了 所以我們就來這度 蜜月 對 是啊 你看這裡多好 有山有水 有些人不會太多 談人說來真方便 真是區區完美的好地方 就只差一點小麻煩 對了 小弟 你也可以幫上忙了 什麼樣的事情呢 這裡趁有一些 烏烏扣 回家這邊出沒 趁難打擾我和九公一樣的快樂生活 對啊 我竟然連裝都沒上好 他們就暴暴思思的過來了 真是太失禮了 小弟 你幫大哥一個忙 把他們通通牽離掉 讓我和九公娘快樂有度蜜月 我和小黑不會虧待你的 呵呵 那 我去幫個忙吧 你們先等著 哇還 哎呀 還趕快把他幹掉喔 哇 直接勝利 差不多了 看來 看來他們也不敢再回來 可以回去和黑蜘蛛交差 老弟 這用你的 我們找對人啊 我們該怎麼 該怎麼謝他呢 剩他個想玩意兒吧 戰鬥拳套 有個病女在射海鎮把他帶過來 暴龍曲 唉 又有人上門來拜師啊 每天那個累積的人找上門 那還煩都煩死了 還練什麼功啊 我們乾脆公布一個題目 換格鬥的 我們就算他為圖列 不然就請他回去 你們覺得怎麼樣啊 好急啊 這樣省事多了 哎 不錯啊 幫他得到的人 就是我們的徒弟 他半個擠壓 我們轉他幾種武功 這樣既功名 平 又明確 不成啊 魚老鬼 傳這個人龜奇大法 女死 你傳他窩黃十八遍 那我要傳他什麼 好聽魚見啊 難道我要留著蛋去棺材 這樣 是很好 讓我們出哪些題目 就自己準備吧 就自己準備吧 小子 你想拜師吧 快過來 哈哈 能讓我們強迫拜師啊 我雖然念我超過一匹子的時間 但最早還是 建議一道 聽說哪 金公玉琴目前的九秀山莊 今天幫我弄來 若是盧城 我會把最近領悟的龜奇傳你 這樣可好 你若是想拜我維持 就帶我苗將去找龍叔獨家士玩耀 醬龍本聖 如果是這樣恭喜 我就把我的好東西全部給你 知道了吧 這位公子 我的無垢 全部為女主手上 你沒辦法演習的 是 誒 好 要找鐵星狼吧 喂 就是你這小子還缺我女兒嗎 你想取就取 我要看看你的本事 如果太差 我就直接捏死你就好 小子 你還不錯嘛 有資格娶我女兒 不過那只是過我這一關而已 你自己和他輸吧 蘭 你是來找我 加入隊伍的嗎 那你要先請別人連隊才行啊 好 請請請請 我們把鐵星公主先請走 是 我等很久了 太好了 我們一起去冒險吧 九張 九張 又是等 不過還有鐵姑娘可以修煉著武功 這樣吧 如果想辦法讓她絕世莫寶弄來 我就說她微圖 這個東西我只要錄在讀書人手裡 至於在很好的城市裡 就有了公子跑一趟找找啦 OK我知道了 你是誰 這叫花五雀 是黑蜘蛛和你家小姐的朋友 黑蜘蛛 我叫小姐 你說的是幾個小姐 木龍九 九小姐 嗯 你都沒說錯 那應該是真的 我叫小姐她現在能在哪裡 有事還往東走 出海後的一個無名島上 我知道了 你那是小姐身邊缺人 你帶我過去吧 多謝幫忙 我瞬間有一段 哇 奇兒 你來得真好 因為你在裡面沒問題的 小弟 多虧你幫忙 大哥不知道 該如何我笑你 沒什麼 我只是幫個忙而已 小弟 跟我們玩你了 我們再回去 我就送上幫你的 我忘記我怎麼過了 我還是硬打過 硬打打過吧 這位少侠 小弟 我三四不中 已經不打算再走科學這條路了 當年用重金買來絕世木寶 至今也還會動用 月賣一萬兩 不知你是否願意收購 讓我考慮一下 讓我考慮一下 灰氣碗 六千兩其實可以買到了 有破土嗎 沒有吧 罷了 我急需獻款 這絕對是莫保 周知兄台的 祝兄台 應是順利 五仙教真友 你要入教嗎 等我先說明一下 你是教育啊 只要認同 蜈蟹 蜈蜘蛛 蛇和殘鼠的人 都有這個任我們五仙教 是不用打電話給你啦 你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訂閱我的圈啊 開啟小鈴鐺 你這時候要我通知 你再上哪就好了 認同 怎麼又說認同呢 很簡單 只要不被毒死 那就可以了 仙雲劍防 火力氣 好爛喔 好爛喔 相當不錯嘛 你通過認同你的意思啦 如果認同不成功 那豈不是要送命呢 哈哈 沒關係 給你這麼無限 無限還魂攻 就是可以讓人 復活的武功 就是認同失敗的人 在他們復活就是啊 這 好特別的方式 這是我們特別的傳教方式 祝您傳教愉快 好這次拿那個 寶箱 有個財寶 兩萬兩吧 OK 小子我女兒不錯吧 爹 是的 請你的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真不知道我女兒 為什麼喜歡你這樣 說個不存款的傢伙 爹 好我不管你的事 只要是小子不愛其他女人 我就不管 可以了吧 還有是 你那個戰鬥戶啊 什麼 你愛這個小子愛的花痴 連我的戰鬥戶玩都想動 你說什麼 是我意思心裡所做法 但這怎麼可以 你給是不給 小子算運氣好 我女兒坑得上你 這麼晚一夜 就讓你撿拼拿到 唉 氣死我了 謝謝爹 你是最疼我的 呸呸呸呸 東西拿得快走 我鐵上女兒怎麼會坑成這樣的人 我真是不懂 力量手鐲 我剛剛不是有拿到一個 什麼戰鬥手套啊 哇那個力量手鐲更強 前輩 在鳥家 眼龍說毒牙是玩意兒 東西拿給我 絕拳就是你的 這不就是嗎 這又你的 想不到你半成了 畢生的絕拳 就傳給你吧 哈囉燕翔 好 沒關係啦 現在都要解枝線而已 你來的時候已經快要進結局了 今天玩得到嗎 應該可以啦 前輩 先把絕拳墨寶找來 王貝已經帶來了 沒錯 這就是那唯一的絕拳墨寶 現在就叫我阿黃十八兵的武功給你 你去找鐵姑娘來修你這門武功吧 前輩 前輩 聽說那 喔這個 王貝何錫為信 你在九州上莊裡 現在那進攻疫情 太好啦 這把氣我想了一輩子 來來來 你就是我的大圖阿 這就是閨越西宮秘笈 拿去看吧 好走 好我們任務完成 好 站住 來了 荷蘭 我是滑五圈 遊戲裡的第一男主角 你們不認識我了嗎 想要和我們交手 那只要捐一點錢就夠了 我來減三也夠不夠格 欸幾個欸 可以打下啦 看我們的厲害 欸 好蓮花 欸等等等 我不能跟和魯用嗎 好 和魯被封招 啊 蛤 他可惡會打我 有被迷惑欸 尷尬尷尷尬 有被迷惑欸 尷尬尷尷尬 有個地圖不能過去 花火確信應該可以過去 我是新的捏 下手太重了 等我變成老鳥神 你就知道了 走 怎麼只有一個人 我一個人就可以幫你們考島了 剛才兩個人我們都通關了 差不多換你一個人 現在不是比戰鬥 我要你們參加考試 考試 什麼題目 超多範圍我就打 打電話到雨昕去嗎 啊 反正不是我接電話 準備硬考吧 三種 三種 六題 抵抗力 無名導 五葉劍爵 紅花 喔這邊小柚爾線的時候都有玩過 欸 討厭的玩家來了 你有沒有聽到 我摸上角有的沒的 我全聽到了 我們蠻放的 連遊戲都沒吃進碗 三個人 不會打到一起上吧 就我是要 你能怎麼辦 我早就想找我們 吹我們的玩家算賬 對 只有我感動了一個人 會要在我們身上 兩面來吧 這三個應該不搶吧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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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麼弱 我死了 一次到我三個魔王 乘浪 歡迎修改叉速者 欸對我就是修改怎樣 敢打我 下次要不然話吵一點 你也知道我元席差不多多少點了嗎 別這麼認真嘛 玩遊戲而已 下次設強點就好 你們是不可能打敗我的 前面人都這樣講的 我說的是真的 任何人才靠近我 我就立刻讓他跳回片頭畫面 那麼就沒有人可以打倒打我了 你確定 你走過來就知道 我的保險機械 我現在也存個檔好了 哈哈哈哈 走下面 你怎麼衝過來的 你的城市沒寫好 有蟲蟲啊 可惡 都是企劃的蟲 我不是警告過他 要第一線加到的嗎 我不是警告過他 要第一線加到的嗎 被瘋著了 啊 直接打贏了 不管了 算了 你們贏了 什麼 到底怎麼回事 一點點都不闖快 都是幾次都知道 哈哈哈哈 小人江別赫 這位少侠找我有事嗎 江別赫 江別赫 我現在是個平凡人而已 花大俠要殺我嗎 我不是來殺你的 我有話要問你 哦 當年我兩位師父殺江峰時 你也在場對不對 我知道你當初在江青 出賣主了後 還得到一些好處不錯吧 既然花大俠都已經知道了 那還有什麼要問我的呢 我想知道我的身世 你的身世 你的身世 為什麼要問我 當初姚月連心兩位師父 在殺了江小魚的父母後 就不知道從哪裡抱回我回宮 而江小魚隨後被 隨後而來的燕蘭天爺帶走 我無論如何 也不可能和江小魚有任何關係 我要知道 就是你當初看到什麼 而我 又從哪裡來的 怪二十年級的事 你讓我想一想 啊 無缺是被領養的 可是我當年明明看到地上 兩個嬰兒啊 姚月連心為什麼要這麼做 還讓江小魚被燕蘭天帶走 莫非 你想到什麼了嗎 我是想到一些東西 而且還很合理的推論 只不過 你要替我辦一件事才成啊 此刻我如果大肆宣揚你在此落腳 恐怕 你又要忙於逃命呢 是不錯 若是我被人殺了 你就再找不到知道這個人的秘密 只怕 你比我還在意我的性命安危 是不是啊 無缺公子 我現在只能求在 能在這過了好日子而已 我的要求不多 在燕王門裡還有 燕王門裡還有 尚未取出的白銀二十萬兩 你要我去幫你拿這些東西 不錯 你考慮清楚吧 幫我幫忙換你一神的秘密 不便不吃虧啊 這 答應 這樣就對了 你有個許所需 誰也不會吃虧 聽好了 在燕王門深處裡 有個財寶寺 還常有燕王門來不及帶走的銀子 你幫我取來這些東西 我就告訴你所有的秘密 哈哈哈哈 你為何不自己去拿呢 我現在出去路上麻煩度的事 和你就不同 更何況那燕王門雖然被江曉給挑了 還是有些人在的 要小心點 哈哈哈哈 等我找回這些東西 如果所言不死 我會殺了你 如果你找回那些東西 我謝你就來不及 我會留給我沒有的秘密 你放心的去吧 啊靠腰我卡是不是 啊好了 走了 快走開快走開 我們要用財寶 閒人不可入捏 笨蛋 講那麼多 殺了就對了 你殺了我 我 我也覺得是因為 九條創交電視劇播的關係 電視劇不是今年播的嗎 今年播了對不對 趕時間喔趕時間 我還以為誰有本事闖進來 原來是花公子啊 難怪那些手下攔都攔不住 你是誰 花公子不認得我沒關係 只要我知道花公子的命很值錢就可以了 呵呵呵 這位夫人 可以讓開嗎 再下有鑰匙要辦 花公子 那可不扯 這連銀紙都是被你拿去 就換我沒命了 在你沒命和我沒命之間 我當然只好要你的命 動手吧 那不是為了這樣別的 的秘密 我就不用動手了 每次行動都要重來喔 偷不到 欸會不會迷惑 欸會不會迷惑 金恩寶 哎呦 花公子快來幫我 不然我就要死了 你弄得活下去 我也不會來傷你 但在下 萬萬不會施下元首的 你..你的個性不是這樣的啊 在下上次在白虎區 已經為一死之的送了大盪 這次不會再放了 可恨啊 好 如此一來 可以回去像姜本 姜別賀 問出實情 靠腰保佑上手 鳳凰金災在哪裡 靠腰勒 保佑上手 啊鳳凰金災呢 你幹嘛一直問我在哪裡啦 師傅 你看這金插好看嗎 無缺 就這樣 你..你真的辦到了 花無缺啊花無缺 老夫 從前倒是小看你呢 依照約定 你把所有知道的都說出來吧 那又何不可 你一聽就明白了 但是我還要你下個重視 你做了一生一世 都不可傷我動我 你你的事 我去告訴你 我花無缺 歷次覺不上江別和一分也好 因為我一此言 天打雷劈 被五雷轟頂而死 好急啊 聽好 那天我向姚悅連行告密 到達時江峰夫妻已經死在地上 但江峰夫婦留下的孩子 還被病牌放在地上 病牌 你的意思是說 一天也不錯 江峰夫妻留下的孩子 不是一人 而是一對雙胞胎 江小雨如果是其中一人 你就有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這..難道會江小雨是兄弟 但是你也不要忘 這一切都是我推測而已 也許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和江小雨說不定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話說回來 姚悅連行比你和江小雨動手 你們是雙胞胎的可憐性就很大 無論如何 我就是把我製造的告訴你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 那就看你自己去找出來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 那你就是殺我父母親的幫兇了 嘿嘿嘿 你方才才立下的重視 不要一會就忘記 無論如何 我總是將事情告訴你 只要我拿到了銀兩後 死後這一切的事都與我無關了 我做哪不能殺你 也不代表江湖上沒有人動得了你 我有了二十萬兩銀子 從此生活無憂慮 也不再再打算在江湖裡混 就算有人想找我報仇 也沒有這個機會 你快離開這個地方吧 否則我如果查出你所言不實 飾演就要無效 我這一點前莫擔心 我們交易已成 從此再無瓜葛 哈哈哈哈 好就這樣